各位早安 歡迎大家看星期六 早上的天氣報告 我是沈哲泰 今早天氣都涼涼的 不過天色相當不錯 看回各區早上的氣溫 普遍都比昨天低1至2度 市區來說大約在15度所有 新界普遍在13至14度 提回大家早上出門的時候 記著要穿多件外套 同一時間影響我們的季後風 都比較乾燥 早上來說大部份地區的 相對濕度只剩下60%左右 如果看回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就可以見到 沿岸地區的雲層都是比較少 我們預料今天日間的陽光 都相當充沛 接著我們看看今天的天氣預測 我們的預測會大至天晴和乾燥價 日間最高氣溫大概有20度 風格方面會吹和煩節清淨 不至東北風 初時高地偶爾會吹強風 提回大家 紅色的火災危險警告 現在正在生效 大家要小心防火 展望方面 我們預測乾燥的東北季後風 下星期初會繼續影響我們 所以我們預料下星期初 基本上都是大致天晴和乾燥 留意早上天氣比較清涼 今早的天氣報告就說到這裡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週末